在2008年5月12日 下午2時28分 四磚發生了一場 黎克特製八級的大地震 地震的威力相等於252個原子彈爆發 這個地震造成了7萬人死亡 以及有37萬多人受傷 很多人在一夜之間痛失了家園 以及變成孤兒 更加造成經濟損失 是數以億計的 近這幾年世界在不同地方 都相繼發生過地震 像中國、日本和智利 都發生過大地震 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很多人都會聯想到 地震出現得那麼頻密 是跟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有關係 根本無論兩者是否聯繫 其實人類都應該珍惜我們的地球 其實環保也不是那麼難 只要大家平時減少浪費食水、紙漿 以及省點錢 那就已經對環保出了一分力了